一个苦者对老和尚说 我放不下一些事 放不下一些人 和尚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他说 这些事和人我就偏偏放不下 和尚让他拿着一个茶杯 然后就往里面倒热水 一直倒倒水溢出来 苦者被烫到 马上松开了手 和尚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 是放不下的 痛了 你自然就会放下 事实上 我们很多时候放不下 我们有了功名 就对功名放不下 有了金钱 就对金钱放不下 有了爱情 就对爱情放不下 有了事业 就对事业放不下 这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念想 比如对爱还存有希望 期许未来会改变 心中的贪欲还在做梗 对方的行为 还没有触及自己的承受底线等 总之没有让自己痛到必须撒手 放下其实是一种顿悟 优柔寡断的人常常思前想后 拿起来慢 放下也慢 倘若他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故 比如与死亡擦肩 那么这种重击会让他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 看开了 看淡了 自然也就放下了 有一个人出门办事 拔山涉水 好不辛苦 有一次经过险峻的悬崖 一不小心 掉到了深谷里 此人眼看生命危在旦夕 双手在空中攀抓 刚好抓住牙壁上枯树的老只 总算保住了生命 忽然看到慈悲的佛陀站立在悬崖上 慈祥地看着自己 此人如见救星 赶紧求佛陀说 佛陀 求求您发发慈悲 就救我吧 我救你可以 但是你要听我的话 我才有办法救你上来 佛陀慈祥地说 佛陀 我全都听你的 好吧 那么请你把攀住树枝的手放下 当你把这些筒筒放下 就再没有什么了 你将能从生死桎梏中解脱出来 此人一听 心想 把手一放 势必掉入万丈深渊 跌得粉身碎骨 哪里还保得住性命 因此继续抓紧树枝不放 佛陀看到此人执迷不悟 只好离去 其实那人离地面仅仅有一米 我们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有欲望 天天背负着欲望和想法的人 自然很累 见物喜物 见人喜人 一如我们买了个新房 开始闲房间太空 就疯狂地购买东西 等到多年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房间被你堆得像一个小胡同了 你觉得特别压抑 想扔些东西出来 结果呢 扔这个时 觉得太有纪念意义了 留下 扔那个时 觉得扔了以后就没有了 还是留住吧 最终 你哪个也舍不得 于是就只能忍受狭小的空间 忍受压抑的生活 倘若有一天 你的房间漏雨 把东西打湿了 或者你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于是你才有了扔的勇气 这就是真的痛了 就敢放下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鸟表只有不断地清零 才能更好地测定你奔跑的速度 面对未来 人如果不及时清零 你背负的东西将模糊幸福的指数 继而让你在生活中失去自我 托富勒说 记忆就像一只钱家 装得太多就会合不上 里面的东西还会全部掉出来 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忘记 但一定要放下 一旦放下 万般自在 生命注定要忘却一些东西 不应在追忆的便彻底摒弃 太多的留恋会成为一种羁绊 无论怎样 我们的脚步要走向前方 而不是一直回首那过往的每一个路口 请慈悲偿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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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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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